救護車來到市場裡頭穿過人群之後 終於來到意外現場 一名行人因為被倒下來的路樹給砸中 右肩右腳擦傷疼痛 幸好一時清醒被送醫治療 生態地點就在台中市新明街 這個菜市場早上的時候 明明無風無雨也沒有地震 旁邊這五六公尺高的大樹 卻不知道什麼原因 突然倒了下來 先是壓到了旁邊的鐵皮圍梨 由於這圍梨根本承受不住大樹的重量 接著又硬生倒下 造成這個行人王姓男子被砸中 他先撞到那個鐵皮 然後鐵皮發出很大的聲響 然後樹才 然後鐵皮撐不住的時候 樹才開始垮下來了 午後雷震雨 這裡有淹水 附近民眾說 今天雖然無風無雨 不過日前經常有午後強降雨 也會造成當地出現一些積水的狀況 一次是因為這些大樹根部 可能疑似有腐爛了 才會支撐不住突然倒下來 幸好被砸中的民眾只有受到情傷